今晚煮一道鱼肉煎豆腐 為何要煮這道菜呢 因為昨晚在電視看 看到這道菜 街邊小食 又好像很容易煮 就煮了 買一塊 我買了硬豆腐 軟豆腐就很難操作 硬豆腐好一點 鱼肉就買了10元 蔥 煎完之後才加進去 不要拌在魚肉上 要拌在魚肉上 很容易燒焦 那些魚肉就問一下魚腦 有些魚肉醃了沒有 這些醃了就不用加了 很簡單的 就這樣炒就可以了 這樣就搞定了 你發覺我更濕潔潔的 應該印乾它好一點 煎得 燒熱點油 又不可以太少的 適量 容易潔鑊鑊就很好煎 我就調了中火慢慢煎了 這道10元魚肉 我想用了3元左右 差不多了 然後再煎一下 看看是否還要煎 OK 好漂亮 硬豆腐果然是硬豆腐 這樣沒有去去也不爛 另一面煎完這個顏色就搞定了 可以開大一點點火也不怕 因為剛才是魚肉 我怕它燒焦而已 現在是豆腐 我想它賞色 好了煎到差不多了 那其實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怕不知能起的味道 你裝一下它就看 這樣就可以了 你說可以吃的味道 其實可以吃的了 不過預備了蔥 再炸一下蔥 加一些你最喜歡吃的甜豉油 蔬汁 滴汁邊 有些人未必需要 好 開餐 explosive 披露過 是嗎 不是白otte嗎 你不想吃的嗎 那有點兒我 都是想著